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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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日晚上9點準準時出刊 可保 歡迎回到節目 那我們開始我們的節目part 2 About履歷活動動起來 那履歷有辦過什麼樣的活動啊 剛剛的小旅行算是一種嗎 有沒有一個名稱然後就是 可能就特別的什麼某某之旅啊 之類的那種工作房類的活動 像我們之前 因為我們剛剛說嘛 我們是做很多的地方調查跟研究 所以有一些大家會 其實目前報名以來 大家最有興趣的是 我們的中立的廢墟小旅行 廢墟 廢墟 就是看起來破的很破很舊很脹很亂 廢墟 廢墟就是破坊子 然後我們就是做了一個中立的廢墟小旅行 其實就是讓大家去看 嗯 中立曾經有一些蠻有名的景點 可是他後來 各種原因歇業了 然後呢我們就帶大家去探險 對然後去認識 一些你每天看得到 可是你卻不敢走進去看的地方 對那最有名的就是中立火車站 前面有一棟大樓叫財神大樓 嗯 前站 前站 財神大樓就是 呃 就是我們每次從火車站出來的 左手邊的第一棟大樓 髒髒舊舊的第一樓 看起來像是屍火鍋的一樣 對對對 然後那一棟其實是叫財神大樓 嗯 然後那一棟很好玩的是 現在一般我們台灣人不太敢 接近是因為他現在一樓都是一公商店 對 地下室是 好像是外國的Pub 對對對 就是他們會針對不同的國家的人 有可能是印尼的 有可能是菲律賓的 不等 對的一些商店 然後還有一些酒吧 然後中間又是一堆的 像是小的 小的賓館這樣 我一直以為那一棟是一個舊賓館 不是不是他以前那些中間是西院 就是算是中壢最早 比較大型開發的 一個算是建案 對對就商圈 算是商圈 對他西院也很大 如果他沒有倒掉的話 可能是中壢 對 算是最大 威尼斯 對那個等級的 威尼斯等級的 然後後來他才慢慢的 就各種原因沒落了 對那我們可能會帶大家去 了解這方面的歷史 然後帶大家去探險 去裡面走走看看 但我建議大家就是不要自己去嘗試 因為其實 裡面還蠻多 威尼斯的 就是威尼斯就是負責管理那邊的安全啊 交通 不是交通 管理一些 大樓裡面 對 管理一些就是大家會 比較不敢靠近的 對不對 所以意思是那邊會有保全 對 巡邏的意思 對對對 所以自己去探險可能就會被抓走 怕你們覺得會危險 所以如果我們人比較多 或是我們有比較安全的方法 對我們就帶大家去參觀 然後更好玩的是他屋頂是一個旋轉餐廳 就是已經廢棋的旋轉餐廳 所以我們就到天台 帶大家去看一下總壢的空景 旋轉餐廳是他會旋轉嗎 以前會 現在就全部不見了 是整層樓旋轉的那種旋轉嗎 對 整層樓一個小時轉一圈這樣 好猛喔 就可以看到360度的風景 就是 大概在民國70年的時候 台灣很流行那樣的設計 哇塞 最有名的就是台中的千月大樓 也是這樣設計 那等於是致敬啦 那時候大家設計就是 致敬來致敬去的 那你最喜歡的活動是哪一個啊 我個人嗎 嗯 我個人最喜歡的 這蠻多樣的欸 對 比較好玩的我覺得應該是 我們剛剛算是旅行類的 那我們其實還有一個地方的 產業的體驗 那我講體驗好了 我們比較好玩的是叫做 呃 酥餅的體驗 酥餅嗎 對酥餅 奶油酥餅的酥餅 有聽過奶油酥餅嗎 大獎正蘭公的奶油酥餅嗎 嗯 那個其實是一個手法 酥餅是 傳統漢餅的一個手法 那因為呢 我們剛剛說我們的咖啡廳叫做 角力嘛 角力咖啡廳 對 然後那個地方 正好就是以前 有一些老的餅舖 對 然後最有名的就是大東餅舖 然後我們有跟他合作 然後師傅就教大家去如何做 他們傳承三代的 老餅 對傳統漢餅 然後我們覺得最好玩的就是讓大家去看 就是 一個餅他們只賣20塊錢 可是他的工序是非常的繁瑣 然後師傅就會 從最一開始的餅的 一些原理跟我們講完之後 然後我們就開始自己DIY 對一步一步的做 就是酥皮油皮的結合完之後 然後再把它 怎麼講呢 大概有六七道工序 對然後我們把六七道工序做完之後 然後最後再畫上自己的 算是圖案或什麼 愛的印記 對對對 或是自己的 然後就會覺得 哇我花了大概一個多小時 只做了一個餅 那我花20塊就可以買 對 然後就了解說 他們其實做傳統產業的人很辛苦 對 然後從後面就讓大家去認識 然後也可以去支持我們 還沒還在努力的老店 對我覺得這個是我個人覺得我們 五滴小組很 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們其實中壢就很多不錯的老店 對然後大家可以自己再多去看看 就是好吃好玩這樣 對對對 那平常履歷的活動大概都是什麼時候啊 就是有開的時候就有了 對 因為我們最近其實在重新整理我們的路線 對對對 我們其實大概有五六條的路線 然後我們有之後 怎麼講 之後等到我們重新整理好之後 我們可能會固定在六日再持續上架 對然後大家可以上架 或者是如果等不及的人可以 跟我們就是預約 直接預約 對對直接預約 這樣我們會 對我們再就 對對就不接閃課 接團課我們也很開心 對 那你在活動的進行 有沒有覺得可能比較困難的事情啊 像什麼店家協調啊 或者是可能大環境比較沒有這個風氣之類的 嗯 其實都困難 哈哈哈哈 對其實其實這個 呃怎麼講 在台灣的在地的 算是導覽或是小旅行 其實是很多團體都在做 對然後我們會在中立做 其實每個團體做都有它背後的語音跟故事嘛 對那你說到底困不困難 其實我覺得中立 算是相對蠻困難的 因為中立並沒有剛剛說的蠻明顯的 名勝古蹟可以 讓大家記 比如說台南 隨便講 隨便講就孔廟刺坎樓的沒的 對然後慢慢的 現在年輕人比較理解的 可能是什麼 神農街 對然後覺得 欸這樣子好像就很好玩了 然後那些有名的 小吃 你根本不用查資料 你閉著你 喔我知道去台南 早上要去喝什麼 牛肉湯 對然後晚上要去吃 石木魚粥 然後幾天幾天幾分 我們要去喝什麼 什麼咖啡之類的 對啊 你根本就不用做功課 然後中立全部都是問號 然後我們現在的工作就是 重新教大家 把這些問號 先讓他們理解說 這些東西都不是問號 其實中立有什麼好吃好玩的 大家只認識牛肉麵 對對對 我們就是重新的 建構這個姿勢 對對對 讓他們知道 這是我覺得 相對起來 比較辛苦的 有挑戰性這樣 對然後 可是有一個好 怎麼講 就是相對起來 一開始會來 願意參加我們的 算是客人啊 對啊 就是會 其實就是他們是鐵粉 他們真的就是 去參加過全台灣的小旅行 然後他正好又是桃園人 他就會知道說 這是要支持的事情 然後這我們就很感動 所以我們就會 不想讓他們死亡 我們就會再重新 有動力這樣子 對對對 有些好的想法 我們就會想說 其實是一定要 往這方面去走 因為沒有做 這麼講 因為地方小旅行 一定是要做 收費的方式 這樣子 民眾的反饋 才是 才有可能讓 這件事情 繼續走下去 因為其實就表示說 我們願意對 自己的城市的觀光 願意做花費 然後不只是小 不只是我們 這個遊城 你對店家 你對一些地方 你就會再重新關注 這是我們在 做這個操作 我覺得是相對困難 可是 願意的人就會 很核心 對 好 那我們就先告一段落 先聽首歌來休息一下 接下來要放的歌是 黃子瑄與山平快的 緊行緊軟 好像不能直接這樣唸 等等呢 緊接著是 Part3 鍾麗的黑暗小秘心 鍾麗有什麼 在地人默認的小秘密呢 千萬不要錯過唷 我看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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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顧見你 送送中的路 均衡均衍 均衡均衍 跳牌的朋友 均衡均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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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拘换全部 均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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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几乎坚然, 我几乎坚然 想象中的路, 几乎坚然 我几乎坚然 挑白的朋友, 我几乎坚然 我几乎坚然 Zither Harp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Guy 張 她 讓你生意幸 Guy 張 她 只要 讓你 populations Guy 張 她 讓你來 讓你來 讓你來… Guy 張 她 讓你來… 加山穿上水 也無話要動 健康健人 健康健人 內健康健人 健康健人 內健康健人 內健康健人 健康健人 健康健人 中 你愛健康健人 健康健人 內健康健人 內健康健人